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来了希望和勇气 百姓健康疫情防控特别节目 带您走进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听卫生应急专家徐永刚 首届全国民中医杨震 呼吸女温重症科杨淑梅 感染性疾病科叶峰 感染管理办公室索瑶 老年医学科李喜 妇产科樊江波 心理科张天步 儿科刘春风 中医根理科杨明博 全方位权威解读 战疫情 陕西再行动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发生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今年的这个春节过得不平凡 疫情面前 14亿国人齐心协力 共度时间 终将打赢这场战役 2020年11月7日开始 天津 上海 青岛 陕西榆林市 宝基市 将继发布疫情防控通告 为了供估疫情防控的成果 广大市民仍要认真落实 常态化疫情防控 个人防护措施 规范 佩戴口罩 必要时 主动前往辖区有关医疗机构 进行核酸检测 观众朋友您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由陕西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 百姓健康疫情防控 特别节目 您在关注节目的同时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29-12320 跟我们进行在线互动 从2019年年底到目前 武汉市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可以说牵动着全国亿万人民的心 防控工作是目前最最重要的工作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重点来讨论一下 儿童对新冠肺炎的防控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 是陕西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 刘春风 刘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陕西省人民医院儿科刘春风 刘春风 陕西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 儿童病院四病区主任 从事儿科临床工作30余年 擅长小儿内分泌系统 血液系统 呼吸系统等方面疾病的诊治 今天我们要跟刘主任 一起来学习儿童对于 新冠肺炎防控的知识 那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则新闻报道 2月6号下午 大要素 第一个就是传染源 第二就是传播途径 第三个就是易感人群 第三条到底对这个有没有关系呢 目前还有待于进一步来证明 就说需要我们更多的数据 更多的实验室检查来明确 比较明确的就是一个呼吸道分墨 一个是这个密切的接触 对妞妞来说还是一个密切的接触为主 因为妈妈她有症状 但是我们现在有一部分人是无症状的 有一部分是有症状携带着 有的是生病的 有的是不生病的 这一部分人可能是很大的一个隐患 会把病菌传染给一个健康的易感人群 第二个就是易感人群 孩子是不是易感人群 目前我们的流行病学的数据显示 所有人都是易感人群 人群是普遍易感的 没有说偏爱谁不偏爱谁 刚才您说的这个等于所有的人群 都是易感人群 它不分年龄 对 普遍易感 目前是一个普遍易感 但是对孩子的这个防护过程中 有很多难点 像他不像大人 咱们的传染病的控制 一个是控制传染血 切断传播途径 然后是保护易感人群 孩子的这个保护起来有点困难 是孩子的天性 耗动 不听话 理解力差 自质力差 孩子好动 这一摸 那一摸 然后很快手就放到嘴里去了 所以有些病人在我的门这儿来看病 我那桌子的每一个东西都给你动一遍 动完你稍不注意 他手就放到嘴里 所以他的防护比较困难 我们有很多注意点 您刚提到的孩子这个防控有很多的难点 那您有没有好的解决方式呢 他的密切的接触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传染途径 所以首先要保证我们看护人是一个健康的 你是一个不生病的一个人 先杜绝传染源 对 先杜绝传染源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不能光你不生病 而且你不要带军 你可能不生病 但是你带病军了 明白 所以对家长来说要做到几点 出门要戴口罩 回去要洗手 所以最主要的两点 戴口罩 洗手 保证你不生病 你不带病 对孩子来说是最安全的 还有一个孩子不出门 居家隔离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现在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孩子不太容易 相较于其他年龄段的人来说 他不太容易感染这个新冠肺炎 即便是感染上了 他可能他的预后要比成人好 这种说法准确吗 最早我们都是中华儿科杂志的两篇 一个是38例的一个数据 他那个报道的孩子就说 一共是以发热咳嗽为主 最小年龄的是1.5个月 就是这篇文章里面 他没有发烧 没有咳嗽 他的表现是什么 呕吐 所以他不典型的一个表现 比较多一些 根据他这篇文章 最后他总结出了一个 是儿科的一个什么特点了 和成人相比 孩子的病情是明显的更轻一些 他恢复的更快一些 还有排毒时间更短 预后更好一些 有些人就不理解 因为说孩子本身年龄小 免疫力低 应该来说病比较重一些 这个其实就很好理解的 一个什么问题呢 主要是和他这个病毒感染 大家知道这个病毒感染以后 最后引起的各系统的一个损害 不是病毒本身了 已经不是病毒本身 病毒引起的一个 机体的一个严性反应 最近可能网络上 经常大家也会看到 听到一个严正因子风暴 明白这个 什么是严正因子 就是两个人打架 咱两个力量是均衡的 我就力量很 就是我也厉害 你也厉害 打起来整个是 惨不忍睹的一个场面了 如果一个比较弱 一个比较强 我反应 我免疫力很弱 我反应不上来 我让他严正因子产生的比较少 我后续的严正因子 引起的一些严性反应来说 可能表现的就会轻一些 如果说 发现孩子有一些症状的话 他怎么来判断 是否需要去医院 大家首先就要明白几个病 一个什么是普通感冒 什么是流感 什么是新冠肺炎 他这三个病 他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首先在病原菌上是不一样的 像我们普通感冒 我可能就是一个腺病毒 或者一个鼻病毒 一些的感染 病原菌像流感病毒 大家很清楚 一般就是流感病毒感染所引起的 还有第三 我们现在的新冠肺炎 首先是病原菌不同 再一个就是他的那个 发病的那个时间 就是说那个年龄段也是不一样的 你像感冒 他谁都可以感冒 还有一个是那个季节性 也是不一样的 季节性像我们普通的感冒 一年四季都差不多 我们的流感它有季节性的流感 每年你像春季 就秋冬季的流感病例会多一些 还有我们新冠病毒 就是像多少年 从03年的SARS 一个冠状病毒感染 到现在也过了十几年的一个流行 就是说每个的流行时间 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临床表现 也是差异非常的大 像我们普通感冒 每个人每年可能都会有一些感冒 也就是说一般来说 它可能就咳嗽 流鼻涕 打喷嚏 但很快的一两天病成长的话 一般也都不超过一周 很快的就是有的人可能也有点低烧 但是来说病成一般三天左右的话 就明显的一个好转 就是后边就好转 一般是不超过一周 但是流感不一样 它的那个发烧很猛 一烧可能39 40度了 一烧而且是有寒湛等等一些表现 而且流感的话会引起我们其他系统的一些损害 也会导致肺炎 脑炎 心肌炎等等一些问题 这个季节性就比较明确一些 像我们的新冠肺炎大家都很清楚了 我都不用说很多了 主要引起一个重症的肺炎 呼吸窘迫等等一些问题 再就是我们的一个易感人群 你像流感的话 它易感人群一般是对儿童 小于5岁的儿童容易发病 而且是幼儿园的或者学校的聚集性的 这些人群发病率相对比较高一些 还有一个年龄就是说65岁以上的老年人 容易得流感 新冠肺炎呢 也是就是说年龄偏大的 有基础疾病的成人相对来说 发病率高一些 其实你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目前虽然我觉得儿童的少 还有一个原因 孩子的流动性比较差一些 都在家待着 特别是放假的 都不出门 出来跑的全是成人 所以成人的发病率高 跟这个也有关系了 所以现在在家里面待着 少出门还是非常非常关键 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在目前的这个流行期间 出现哪些情况 这三个病大家大概了解了一下 我要来医院 我要来医院 要找医生看出现哪些情况 首先是一些流行病学的一些表现 咱们的那个专家有一个新型肺炎的一个诊疗的一个方案里面 说到了四条 我把这四条结合我们现在的情况 我把它总结了一下 大概就是有没有 就是说如果说你有去过有病例报告的社区 如果说你原来就你那个亲戚家 那个亲戚那个社区 就有这个病了 而且是还有一个接触过确诊的这个新冠肺炎的病人 再第三个呢 就是接触过有病例报告社区的那个社区里面 虽然那个人没确定 但是他有发烧了 或者有咳嗽了 你跟他有过接触 还有一个是 同时有两个以上的人生病 不是说关孩子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孩子 或者还有一个大人生病 我们把它叫什么聚集性发病 再一个就是 还有就是说我们的 有没有接触过身份不明的人 你不知道这个人干啥 不知道他有没有病 不知道他的行政 或者我认识这个人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接触过什么特殊的人 也不知道他的健康状况 有这些的话你也要考虑 你要不要来医院的问题 如果还是这个时候出现了发烧了 或者咳嗽了 或者呼吸急促等等一些问题 精神状况不好 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看病 在这个看病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几点 就是说我这个时候要来医院看 我去哪看 第一 首先要去 有发热门诊的医院去看 如果孩子现在发烧 体温38度以上 你现在确定 因为先是公布了咱们有发热的门诊 那些医院都有发热的门诊 定点医院去看 而且是要做到全程让孩子戴好口罩 全程戴好口罩 还有一个是保持一个呼吸道的卫生 特别是我们现在都特别讲一个 就从年前的一个流感的流行到现在 反复地强调咳嗽里衣 大家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这个习惯了 就是说平常就说 没有最近戴口罩之前 有些人咳嗽就不管 就这样咳 打碰体我就这么打碰体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用指巾或者是一个手帕 咳嗽的时候或者打碰的时候 捂在你的嘴或者鼻子上 让你那个风沫不要到处地来飞 就是这样会有效地避免飞沫的传播 对对 它就是一个咳嗽离仪 也是一个离仪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保持双手的清洁 如果因为孩子你有时一出门 我可能没地方洗手 他这摸那摸 带一个手销 带一个手销 让他及时做一个手的一个消毒 还有一个 如果说周围有人 尽量保持一米上的一个距离 不要离他太近 还有我在这要说很重要的一条 一定给医生说实话 有些人隐瞒病史 你再问问不出来 他不跟你说我接触过什么 没有都好着了 我一直都没出门 所以不要因为这个 就是隐瞒你这个 接触史导致了医生对你的诊断的一个 延误的一个诊断 那结合咱们医院 省人民医院 那目前咱们儿科的一个接诊情况是怎么样的 目前呢就是我们儿科 首先看一下我们的门诊量 就是说在高峰时期的时候 我们的门诊量一天是 1400到1500就高的时候 平常就是说淡季的时候 一般来最少也在200左右 就是一天的门诊量 但是最近呢门诊量非常少 没有超过100都在100以下 就四五十个病人 就一天24小时 我们原来门诊一天是上五个医生 一个急诊医生 然后四个诊室 一个五个医生 但是最近呢 就是只上一个急诊医生 两个就是上面诊室的医生 只有三个医生 但是还是都在那闲着 大家病人非常非常的少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有一个什么原因呢 我们现在的分析 一个是本身居家隔离 再加上我们的特别注意戴口罩啊 等等一些措施的话 发病率在降低 除了我们的一个新冠肺炎的预防的 传播途径的一个切断 有对我们其他的一些感染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预防 所以这个是一个因素 还有一个呢 可能呢就是有些人不敢来医院了 有恐慌的情绪 对 他比较害怕了 哎呀 医院的最近有这个病 会不会去给孩子传染上 不敢来医院了 也是一个因素 所以现在很多医院 包括我们陕西市人民医院 也开始有网上的一个咨询 可以在网上咨询医生 什么时候该来医院 什么时候在家里自行处理 所以这我就要说几点 出现哪些情况要来医院 出现哪些情况 我可以在家观察 如果你亲密有点流鼻涕 鼻塞 流鼻涕 孩子吃饭 睡觉 玩什么 都挺好的 不用恐慌 在家观察 是正常 家里大人也很好 孩子也很好 但是注意一点 一定要严密地观察 他有没有出了鼻塞以后 后面有没有出现咳嗽 有没有出现发烧 你都要管 有没有呼吸急促 要观察他的一些变化 不能说大夫跟我说了 流鼻涕不用管 我就一点都不管他 不是说你马上要来医院 但是可以在家观察 看后面出现情况 如果说后面咳嗽越来越多了 呼吸也急促了 有喘息啊等等一些问题 还是要找医生看一下 这是出流鼻涕的问题 如果说孩子有咳嗽 我昨天看到有一个病人 就是年前就来看了一次咳嗽 其实非常轻的 偶尔咳一两声的 完全可以都不来的 家长不放心 非要来看 然后昨天又来复查 其实做了三天雾化 都挺好的了 明显的好转了 最后又开雾化回去做 但是来医院还是 虽然说风险不大 但是肯定没有居家隔离 更安全一些 这是一个可做的 再一个就是说 如果说孩子出现腹泻了 我要不要来医院 如果腹泻比较轻的话 我也不建议来医院 有一个办法 可以带上大便 到医院来做一个化验 也可以 也就是孩子不去医院 对孩子可以不来医院 家长去 对 如果就说拉得也不是很厉害 你可以把大便送过了 可以把大便拍一个照片 过来让大夫看一下 大便的形状 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再做一个化验 然后再给大夫提供一下 这个孩子的药量 精神状况 有没有脱水的一些表现 大夫可能会询问你 可以先带肺便化验 化验完以后 再给你一些对症的治疗 再看要不要来医院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方式非常好 避免了孩子感染 是 还有一个就是说 刚才说到发烧的问题 如果有发烧 要不要来医院 发烧的时候一定要看 有没有刚才我说到的 流行病学史 有那些接触史 有没有可能是 我们新型肺炎的问题 这个一定 如果说我那些都排除了 如果有那个问题 一定要进去到医院来看 而且选择有定点的 发烧门诊的医院去看 如果说那些病史都没有 就有可能是个一般的感染 可以去家观察 如果烧到不高 可以在家观察一下 可孩子有没有出现 其他的一些 像咳嗽越来越多 或者精神越来越差 或者是呼吸越来越急促 或者烦躁呀哭闹呀不乖了 他跟平常不一样 这个时候就要来医院 如果他一烧 我用退烧药